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财务杠杆系数衡量 也就是财务杠杆效应 那么财务杠杆效应跟操风险密切相关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可以说操风险就是财务杠杆所引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财务风险 注意 这里的财务 大家应当把它理解成为是筹字 换句话说 财务风险是筹资活动产生的风险 据来讲是债务筹资活动产生 也就是说所谓操风险是企业运用债务筹资方式 而产生的丧失偿付能力的风险 而这个操风险最终应当是由普通股股动来承担的 那关于操风险这个定义 大家把握住两个要点 首先明确 操风险它是产生于债务筹资活动 这项金融活动的 并且我们这里所说的债务筹资应当是一个广义的债务筹资 不仅包括什么银行借款 发行债券等等 也包括什么呢 优先股筹资在内 因为大家知道优先股的股力是事先约定相对固定的 从这一项来讲 优先股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债务融资手段 再由定义告诉我们操风险最终是由普通股股东来承担的 为什么我们后边会给出大家解释 好 我们大家看财务风险的表现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定义当中已经看到的丧失偿付能力风险 对吧 这就是偿风险的第一种表现 丧失偿付能力的可能性非常好理解 对吧 我们说借钱会产生什么风险呢 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个 对吧 我还不起了 那不就这意思吗 丧失偿付能力可能性 那第二种表现更重要 牢牢记住 表现为什么呢 表现为债务筹资会带来固定融资成本 比方说借款了 发行债券了 会产生利息费用 那就债务利息 而发行优先股呢 会产生优先股股息 而债务利息也好 优先股股息也好 共同点都是事先约定的 不会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这其实是什么呢 这就是财务杠杆效应 而所谓美股收益变动性 大于吸税前利润变动性 从风险角度来讲 意味着什么呢 咱脱离一下 看到吸税前利润变动 这几个字 没错 他说的就是经营风险 对吧 而美股收益的变动性 大于吸税前利润变动性 就等于是说 美股收益承担的风险 要多于经营风险 而多数的风险 相信大家猜出来了 那不就是财务风险吗 对吧 由此明确两个重要观念 只要公司承担了固定融资成本 有了财务杠杆效应 结果就是美股收益承担的风险 就要多于经营风险 也就是要多出这个财务风险 这不就是告诉我们 操风风险怎么样呢 是因操杠杆效应 而产生的吧 我们后边会进步推理 财务风险跟操杠效应 可以说能化等号 也就是只要公司有操杠效应 它就有操风险 公司没操杠效应 就没操风险 一致的 再有操风险表现为什么呢 表现为是美股收益承担的风险 多于经营风险部分 这就意味着操风险 它必须是 叠加在经营风险 基础之上的风险 而不能脱离经风险 而独立存在 其实大家应该还能理解第三个观念 操风险影响的是 什么收益啊 美股收益 对吧 这不是因承担固定融资成本 导致美股收益变动性 大于吸引率变动性吗 也就是美股收益承担的风险 多于经营风险 而美股收益多承担的风险 就是这个财务风险 而美股收益 是归属于谁的收益啊 没错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收益 这不就等于告诉我们 操风险最终谁承担啊 普通股股东来承担吧 所以说这个观念 需要大家提前明确 就容易理解我们后边讲大的知识了 下面来看财务杠杆效应 那么所谓财务杠杆效应 是指由于固定融资成本的存在 吸引率的变动 会引起美股收益 更大程度变动现象 那关于财务杠杆效应的这个定义 还是要把握住三处关键词 首先是固定融资成本 包括炸物利息 以及优先股股息 这是财务杠杆效应 产生的根源所在 造呢就是两个变量 一个吸引率 造的就是美股收益 吸引率变动呢 会放大美股收益变动 这是财务杠杆效应的表现 再有 既然是吸引率的变动 会放大美股收益的变动 也就意味着美股收益 应当是吸税前利润的函数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美股收益与吸税前利润 二指之间的函数关系是什么 先明确一个观念 说到美股的概念 无论是美股收益 美股净资产 还是美股市价等等 我们通常默认指的是 普通股 因为优先股 我们习惯上 把它视为是特殊的债务融资方式 而并非是股权融资方式 好 那接下来 以吸税前利润 为自变量 或者说为起点 怎么去计算 普通股的美股收益呢 其实非常简单 几乎从字面 我们都能推理出来 比如说 首先在吸税率当中 把这个利息减出 那是什么呢 税前利润 对吧 好 税前利润 乘上一减所得税税率 算到这 就是税后的净利润 大家知道 净利润归股东所有 但优先股股东 相对于普通股股东来讲 对利润分配呢 有优先权 那也就是优先 获得这份优先股股力 那所以说净利润 得先减去这个 优先股股力 剩下的就是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了 那接下来 用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得到的就是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这个公式 大家牢牢记住 我们下一节 讲到资本结构决策当中的 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分析方法时 还会再次 入到这个公式 好 我们来看个例子 体会一下 什么是财务杠杆效应 我们延续前例 M公司的数据 我们下面算过 M公司 2022年度 实现修签利润呢 是200万元 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假设 M公司 承担了100万元的 债务利息费用 但没有优先股 好 那这100万元的债务利息费用 就是固定融资成本 再由 M公司 适用50%的 所得税税率 而流通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呢 是50万股 好 那依据公式 我们能够计算 M公司 2022年的 每股收益 修签利润 200万元 先减去 债务利息费用 100万元 得到的是 税前利润 100万元 再乘上 一减所得税率 50% 得到的是 税后净利润的 50万元 不用减优先股股息 这都是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50万 对吧 再处于流通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 50万股 计算得出 二年的 每股收益呢 应当是 1块钱 好 接下来回忆 M公司预计 二三年的销量 会提高10% 来自于 经营杠杆效应 它会使 休假利润呢 提高 20% 对吧 达到 240万元 好 我们假设 其他条件不变 就是债务利息费用 所得税率 以及流通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 都不变 那可以计算出来 二三年 M公司预计的 每股收益呢 将提高到 每股 1.4元 那显然 跟上年的 每股 一块钱相比 怎么样呢 提高了 40%吧 好 由此 我们就看到 财务杠杆效应了 也就是 由于M公司 承担了 100万元的 债务利息费用 也就是 固定融资成本 当信息 利润 提高 20% 的时候 它引起 每股收益 提高了 40% 也就是 吸税前利润变动 放大了 每股收益变动 放大了 两倍吧 而这两倍 咱后面讲 就是 财务杠杆系数 那 财务杠杆项 原理是什么呢 也不难理解 类似于 经营杠杆项 原理 就是说 在其他条件 不变情况下 当吸税前利润 增长的时候 固定融资成本 包括债务利息费用 和优先股股息 仍然保持不变 所以 增长了的 吸税前利润 扣除 仍然保持不变的 固定融资成本之后 归属于 普通股的 收益 以及 每股收益 那就会产生 更大幅度增长了 反之 如果吸税前利润 下降 注意 固定融资成本的 也仍然是 保持不变的 那显然 用下降的 修现利润 抵偿 固定 不变的 这个固定融资成本 那剩下的 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收益 就会有 更大幅度的下滑了 这就是说 财务杠杆 同样 是一把 双刃剑 既能够提高 普通股 美股收益的增长率 它也可能会放大 普通股美股收益的 那个下降率 观念要明确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财务杠杆系数 英文缩写是 DFL 那么财务杠杆系数呢 同样有两种公式 定义公式 跟简化公式 我们先来看 定义公式 依据财务杠杆 向上定义 财务杠杆向上 表现为 稀税前利润的变动 放大 美股收益变动 而放大的这个倍数 也就是 美股收益变动率 和细数前利润变动率的比值 就是财务杠杆系数 比如说 M公司 23年的财务杠杆系数 就可以用 23年 每股收益变动率 咱前面算过 40% 去除以23年的 稀税前利润变动率 20%来得到 就是大家前面看到的 这两倍 对吧 我们再来看 财务杠杆系数的简化公式 是用稀税前利润 除以稀税利润 减去 注意税前的固定融资成本 大家知道 固定融资成本 包括两项 一个是利息 一个是优先股股利 而大家也不难理解 利息和优先股股利 是不能直接往一块加的 为什么呢 利息在税前支付 而优先股股利 在税后支付 因为股利属于税后利润分配 一个税前值 一个税后值 不能直接往一块加 口径不一样 所以利息跟优先股股利 如果能加到一块 必须换算成为相同的口径 比如说 都是税前 要么都是税后 而在这里 既然这个固定融资成本 是要在税税前利润后边 去减除 那税税前利润 是税前值 所以 要减的这个固定融资成本 它也得是税前值 这就意味着 利息本身 就税前值 它就不用调了 但优先股股利 既然它是税后利润分配 你就得把它换算成为一个税前值 怎么换算呢 很简单 大家知道 税后利润 除上一个一减所得税率 得到的就是税前利润 对吧 那类似的 用税后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也是 别忘了 除以一减所得税税率 得到的就相当于是 税前的优先股股利润 而利息跟税前的优先股股利 二者之合 我们就称之为是 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好 这是操杠杆系数的简化公式 休闲利润 除以休闲利润 减去税前的固定融资成本 并且 如果企业没有优先股 那这公式呢 就更简化了 税前的固定融资成本当中 就只剩下利息了吧 所以此时我们计算 操杠杆系数 非常容易 就是休闲利润 除休闲利润 减去这个利息费用 也就相当于是休闲利润 除以税前利润 或者说除以利润总额的结果 另外 还是要强调 用简化公式 计算财务杠杆系数 同样是用某年数据 计算得出的是 夏年的 操杠杆系数 比如说 我们如果要计算 2023年的 操杠杆系数 怎么样呢 得用2022年的休闲利润 去除以 2022年休闲利润 减去这个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当然 这个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我们就不再明确它的年份了 假设各年是一样的 好 我们以M公司为例 来看一下M公司 23年的 操杠杆系数 按简化公式 怎么算 注意 M公司没有优先股 所以 计算M公司的 操杠杆系数 用简化公式 非常容易 就是 税前利润 除以那个 税前利润 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 我们计算 23年的操杠杆系数 得用22年数据 来算 对吧 那就是用 22年的 税前利润 咱们算过 200万元 去除以 22年的税前利润 也就是 税前利润 200万元 减去 利息费用 100万元 也能得出 23年的 操杠杆系数呢 应当是 2倍 那23年 税前利润 不是200万 不是200万 操杠杆系数呢 也将 不是2倍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 2019年 净利润是150万元 利息费用是100万元 优先公司股力 37.5万元 企业所得税顺利呢 是25% 好 那么 假公司操杠杆系数 应当 是多少 很明显 需要我们用 简化公式 来计算 操杠杆系数 而且 当然 是以2019年的数据 为基础呢 来计算 而大家马上想到 以2019年数据 计算出来的操杠杆系数 它应该是 2020年的吧 先把这个观念 再明确一遍 好 接着我们会议公式 怎么按简化公式 计算操杠杆系数呢 应当是 税税前利润 除以税税前利润 减去税前的 固定融资成本 也就是利息费用 加上税前的 优先股股利 好 我们先计算 2019年的 税税前利润 是多少 很简单 净利润 是150万元 除以 一减 所得税率 得到就是 税前利润 对吧 税前利润 再加回 利息费用 100万元 得到的就是 税税前利润 大家验算 应当是 300万元 接着 我们再计算 税前的固定 融资成本 两项 一个是利息 100万元 另外呢 就是税前的 优先股股利 那就是 优先股股利 37.5万元 别忘了 得出以 一减所得税率 25% 税前的利息 不能直接 跟税后的 优先股股利 相加 咱们讲调过 你得把 优先股股利 除以一个 一减所得税率 换算成为 税前值 好 计算出来 应当是 150万元 好 接下来 我们计算 财务杠杆系数 按照公式 应当是 税税前利润 300万元 除以税税前利润 300万元 减去税前固定 融资成本 150万元 计算结果呢 应当是 两倍 对吧 本体答案 应当是 选项币 好 接下来 我们讨论 草杆杆水平的 决定因素 从公式来看 草杆杆系数 应当等于 秀下利润 除以秀下利润 减去税前的 固定融资成本 这就意味着 影响草杆杆系数的因素 继而 决定草杆杆水平因素 就两个 那一个是 分子的秀下利润 一个是 分母的 这个 减项 税前固定 融资成本 好 我们先来讨论 固定 融资成本 它 对 草杆杆系数 以及 草杆水平影响 首先 假设 普通股收益 大于零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草杆杆系数的 分母 大于零 不难推理 如果 秀下利润 大于 税前 固定融资成本 那草杆杆系数 分母 大于零 同时 秀下利润 大于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也就意味着 秀下利润 在支付了 税前固定融资成本之后 剩下的 能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那个税前收益 也将 是个证数 对吧 所以说普通股收益呢 它就 大于零 那 有公式 大家不难推理 只要存在 固定融资成本 怎么样呢 这个草杆杆系数将 横 大于一 也就意味着 草杆杆相应 是一定存在的 从草杆杆定义 也能去理解 我们知道 草杆杆相应 产生的根源 在于存在 固定融资成本 所以 只要企业 存在固定融资成本 那就有了 草杆杆相应 产生的根源了 对吧 继而 当然 就一定 存在草杆相应 相应的 草杆系数呢 也就 横大于 意味着 只要 新鲜利润 有所波动 它所引起的 美股收益的波动性 一定 更大 对吧 再有 在其他因素 不变情况下 有公式呢 也能看出来 固定融资成本 越高 怎样呢 草杆杆系数 就会越大 继而 草杆杆相应呢 也就会越强 记住 在普通股收益 大于零 或者说 新鲜利润 超过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情况下 这个固定融资成本 当然默认是税前值 它跟草杆相应之间 应该是一个同项关系 对吧 固定融资成本越高 草杆杆系数越大 草杆杆相应越强 那如果企业不存在固定融资成本 按照草杆杆相应定义 草杆相应 产生的根源就没了 那当然也就不存在 财务杆杆相应了 而由公式来看 如果税前固定融资成本是零 那草杆杆就怎么样呢 休闲利润 除休闲利润 那不就是一了吗 所以记住 还是那个规律 只要不存在杠杆效应 这个杠杆系数应当等于一 不是零 一定 别记错了 而在这里 草杆杆就等于一 什么意思啊 意味着税税前利润变动 将会引起美股收益 等比例变动 而不会放大美股收益的变动性 这不就等于说 没有草杆杆这种 放大变动性的杠杆效应了吗 好 我们再来看 细数价利润 对草杆杆系数 以及草杆杆效应的影响 还是假设 普通股收益 大变也就是细数价利润 高于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那由公式可以推导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细数价利润越高 怎么样呢 草杆杆效应就会越低 继而草杆杆系数呢 也会越小 会逐渐趋近于一 而大家知道 如果草杆杆系数等于一 这不就是说 没有草杆杆效应了吗 所以说草杆杆系数越小 离一越近 就意味着草杆杆效应呢 就越低 当然操风险也就越小了 什么道理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因为这个固定融资成本 它是要从 信息下利润当中 去支付的 而且肯定是优先于 普通股的股利来支付 对吧 公司得先支付 稍微利息 然后交所得税 然后支付优先股股利 最后你才能对 普通股股东进行分配 所以 信息下利润越高 对这个固定融资成本的 保障程度就越高 继而公司的操风险呢 也就越小了 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再有 如果信息下利润 刚好等于 税前的固定融资成本 也就等于利息 加上税前的优先股股利 怎么样呢 此时就会有 普通股收益呢 等于零 从公司来看 此时也会有 草杆和系数的分母 等于零 对吧 那当然 这种情况下 操控杠杆系数呢 将无穷的 意味着 系数前利润 刚好 抵偿 税前固定融资成本的状态下 公司是具有最强的 操控杠杆效应 当然也就意味着 此时 公司操控风险 也是最高的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操控杠杆 跟操风险的关系 先明确结论 跟精杠杆和经风险之间的关系 不一样 咱前面说了 精杠杆并非是引起经风险 它只是放大经风险 但操杠杆可以说 它就是引起了操风险 或者换句话讲 操杠杆跟操风险 记住 二者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的 也就是说只要公司有操杠杆效应 它就会产生操风险 没有操杠杆效应 就不产生操风险 我们推理一下 假设公司没有债务筹资 当这个债务是广义的 包括优先股在内 那公司呢 也就不承担固定融资成本 也就没有操杠杆效应 马上想到 在没有操杠杆效应的时候 操杠杆係数呢 应当是等于一吧 而操杠杆係数等于一 意味着什么呢 美股收益变动率 等于稀税前利润变动率 不就所谓的党比例变动吗 而大家只要看到 稀税前利润变动 马上想到 这就是经营风险 而美股收益变动率 等于稀税前利润变动率 就意味着什么呢 在没有财务杠杆效应的情况下 美股收益的风险 就是经营风险 或者说 此时美股收益 就只受经营风险影响 也可以说 此时普通股股东 也就只承担经营风险 那别忘了 美股收益 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收益 所以说 美股收益承担的风险 也就等于是 普通股股东 要承担的风险 那接下来 如果公司采用了债务筹资 承担了固定融资成本 继而产生操控杠效应 怎么样呢 当然就会有操控杠係数 大于1了 也就意味着 美股收益的变动率 就会大于 吸收益利润变动率 什么意思啊 美股收益 承担的风险 要多于经营风险了 咱下面说过 多数的部分 其实就是财务风险 对吧 也就意味着 当公司 有操控杠杠相应的时候 美股收益 既要受经营风险影响 也要受财务风险影响 也就意味着 在公司 有操控杠杠相应的时候 普通股股东怎么样呢 既要承担经营风险 也要承担操风险 那看到这 相信大家 就应该已经理解的 比较透彻了 我们看到 公司 没有 操控杠杠相应的时候 普通股股东呢 只承担经营风险 是没有操控风险的 对吧 而公司只要有 财务杠杠相应 怎么样呢 普通股股东 除了承担经营风险之外 他就得承担操风险了吧 所以很清楚 没有操控杠相应 没有操风险 有操控杠相应 就有了操风险 好 我们进一步 来详细解释一下 首先明确 操风险 它不能脱离经营风险 而独立存在 它是企业 采用了债务筹资 承担了固定 融资成本 产生操控感想之后 叠加在 经营风险 基础之上的风险 咱前面也强调过 这个观念 什么意思呢 是说 经营风险 它会使得 吸收钱利润 具有变动性 而经营风险 也就表现为 吸收钱利润变动性 而赵物筹资呢 当然说的是广义的赵物筹资 包括优先股在内 它会使企业 承担固定的融资成本 而不难推理 公司用变动的吸收钱利润 去抵偿固定的融资成本 怎么样呢 它就会产生 草稿效应了 也就表现为 美股收益变动性 就得大于 吸收钱利润变动性 而在前面一直讲 所谓美股收益的变动性 大于吸收钱利润变动性 就意味着美股收益承担风险 要多于经营风险 而多出的这份风险 就是叠加在经营风险基础上的 这个财务风险 所以明确 财务风险一方面 是因财务杠杆效应 而产生 再由它得是叠加在 经营风险基础之上的 它不可能脱离经营风险 独立存在 相应的财务杠杆系数越高 财务杠杆系数越大 也就表明 吸收钱利润变动 所放大的 美股收益的变动程度越大 也就意味着 在经营风险基础上 所叠加的财务风险 也就越大了 再由我们前面谈到 财务风险影响的 不是吸收钱利润 大家知道 吸收钱利润只受 经营风险影响 因为它是经营活动 产生的收益 而财务风险 咱先讲调 它影响的是美股收益 而美股收益呢 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收益 由此 大家也就能理解 我们前面讲到的 财务风险的定义了 为什么说 财务风险 它是普通股股东 承担的风险 那就是因为 财务风险影响的是 普通股股东的收益 再有 我们下面谈到 美股收益 它是吸收钱利润的函数 对吧 二者函数关系 咱前面 也讨论过 那既然美股收益 是吸收钱利润的函数 这就意味着 经营风险 导致吸收钱利润 发生变动 同时 作为吸收钱利润函数的 美股收益 它也必然 会因此 发生变动 换句话说 美股收益 必然受经营风险影响 也就意味着 普通股股东 是必然承担 经营风险的 具体来说 咱先谈到 如果企业 没有炸物筹资 不承担 固定融资成本 没有涛港效应 怎么样呢 那美股收益 就只受 经营风险影响 此时 也就意味着 无负债企业的 普通股股东 也就 只承担 经营风险 那 如果企业采用了 债务筹资 承担了固定融资成本 产生财务港效应 怎么样呢 咱先分析过 美股收益 既要受经营风险影响 也要受 财务风险影响 这就意味着 有负债企业的 普通股股东 既要承担 经营风险 也要承担 财务风险 由此 需要大家 明确一个 非常重要的结论 这个结论 有助于大家 理解我们 最后一节 要讲到的 资本结构的 M&M理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 在其他条件 相通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 有负债企业的 普通股股东 比 无负债企业的 普通股股东 要 多承担 一种风险 生风险呢 就是这个 财务风险 而大家知道 出资人 承担的风险 越高 他要求的 必要报酬率 就越高 既而企业承担的 资本成本 也会越高 对吧 在资本成本那一章 我们介绍过 这个重要观念 好 那既然 有负债企业的 必要报酬率 也必要报酬率 也必然 会高于 无负债企业的 权益资本成本 多出的部分 什么呢 其实 就相难是对 有负债企业的 普通股股东 多承担的 这个财务风险的 补偿 这个观念 牢牢记住 把这个观念 弄懂了 你就能够理解 我们后边讲到的 MM理论的 那个命题二了 再有我们下面讨论过 财务杠杆效应的 影响因素 两个 一个是固定融资成本 一个是吸水钱利润 而财务杠杆效应 就会引发 操风险 因此明确 在控制操风险时候 不能只考虑 负债融资的绝对量 而应该关注 负债利息成本 就是那个 固定融资成本 跟盈利水平 也就是吸水钱利润 这二者的相对关系 因为毕竟固定融资成本 和吸水钱利润 共同决定了 财务杠杆效应 相对也就 共同决定了 公司的财务风险水平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联合杠杆系数衡量 也就是联合杠杆效应 那什么是联合杠杆效应呢 指的是经营杠杆 跟操杠杆的连锁作用 也就是 由于固定经成本 和固定融资成本的 同时存在 营业收入 或销售量变动 最终引起了 每股收益 更大程度变动的现象 好 那么 由联合杠杆效应这个定义 大家呢 还是把握住 三处 关键词 首先 就是 固定经成本 和固定融资成本的 同时存在 对吧 这是联合杠杆效应 产生的根源 再往呢 就是两个变量 对吧 营业收入 或销售量 跟这个 每股收益 对吧 是营业收入 或销售量变动 放大 每股收益的变动 对吧 这是联合杠杆效应的 表现形式 好 我们以前例 M公司为例 来演示一下 联合杠杆效应 大家回忆 M公司 承担了 200万元的 固定经成本 继而呢 产生了 经营杠杆效应 经营杠杆係数呢 是两倍 继而 当销量提高10%的时候 引起了 吸收益利润 提高20% 接下来 M公司呢 还承担了 100万元的利息费用 也就是固定融资成本 继而呢 产生了 财务杠杆效应 财杠杆係数呢 也是两倍 其结果 当吸收益利润 提高20%的时候 它引起 每股收益呢 提高了40% 那连在一起 大家看到的 就是联合杠杆效应 也就是 由于 M公司 同时存在 200万元的 固定经成本 和 100万元的 固定融资成本 怎样呢 表现为 销量 提高10% 最终引起 每股收益 提高 40% 那这不就是 销量变动 放大 每股收益变动吗 放大多少呢 4倍吧 而这个4 然后我谈到 就是 联合杠杆係数 好 我们来看 联合杠杆係数 英文缩写的是 DTL 它也是两种公式 定义公式 跟简化公式 那 按照联合杠杆效应的定义 联合杠杆效应 表现为 营业收入 或销量变动 放大 每股收益的变动 那还得道理 这个放大的倍数 也就是 每股收益变动率 跟 营业收入 或销量变动率的比值 就是 联合杠杆係数 比如 I'm公司 2023年的 联合杠杆係数 就应该等于 23年 每股收益的变动率 40% 除以 23年的 销量变动率 10%的结果 就是咱前面 看到的 这4倍 好 我们来看 联合杠杆係数的 简化公式 首先 联合杠杆係数 不但推导 它应该是 经营杠杆係数 跟草杆杆係数 二者相成的结果 这个公式 大家牢牢记住 可以说是 计算 联合杠杆係数 最省事的方法 再由 大家可以尝试 自己简单推导一下 你把经营杠杆係数 简化公式 和草杆杆係数 简化公式 乘在一起 你就能得到 以下两种 计算 联合杠杆係数 公式了 第一种 编辑贡献 除以 修行利润 减去 税前的 固定 融资成本 就是利息 加上 税前的 右相股股利 得到的是 联合杠杆係数 而这个公式 大家不难发现 分子 编辑贡献 这是 经营杠杆係数 的分子 而分母 修行利润 减去税前的固定 融资成本 这是 财务杠杆係数 的分母 好记住吧 经营杠杆係数分子 除以 操杠杆係数分母 这就是 联合杠杆係数 或者大家知道 修行利润 是什么 是编辑贡献 减去固定成本结果 因此呢 也可以按照 下面这个式子呢 来计算 联合杠杆係数 就是用编辑贡献 除以编辑贡献 减去全部的 固定性成本 一个是 固定成本 但默认指的是 那个固定 经成本 算的就是这个 固定 融资成本 包括利息 跟优先顾鼓励 当然得是 税前值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按简化公式 计算M公司 23年的 联合杠杆係数 或者我们用 23年的 金杠杆係数 两倍 乘以23年的 草杆係数两倍 可以得到 4倍的 这个结果 也可以 这么算 对吧 用22年的 编辑贡献 除以22年的 修签利润 减去那个 固定融资成本 对M公司来讲 就只有一个利息 是多少呢 编辑贡献 400万 除以休息利润 200万 减利息 100万 对吧 也能得到 23年的 联合杠杆係数 是4倍 另外 再次注意 这个重要的规律 用简化公式 计算杠杆係数的时候 根据 某年数据 你计算出来的是 下年的 杠杆係数 这个规则 相信大家 应当已经牢牢记住了 我们就强调 很多遍了 好 23年 雷高杠杆係数 等于4 什么含义呢 意味着 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 23年的 每股收益变动率 相当于 销量变动率的4倍 也就是 在二年 销量 100万件的基础上 二三年的销量 每变动1% 就会导致 每股收益变动4% 4倍于它 另外注意 联合杠杆係数 类似于 那个经营杠杆係数 它也是 产销量 或者说 那个营业收入函数 那就是说 不同的销量水平 应该对应着 不同的联合杠杆係数 比如本例 联合杠杆係数 4倍 这只是销量 100万件 水平上的 联合杠杆係数 那如果销量 不是100万件 那么联合杠杆係数呢 也不会是4倍 这个观念得明确 好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几个杠杆係数的公式 该怎么去记忆 当然我们说的是 那个简化公式 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是采用一个 简单的 多不适 利润表的方式 来记忆这个 杠杆係数 计算公式 在这里呢 我们先假设 不存在优先股 好 怎样的一个多不适 利润表呢 非常简单 起点的是 营业收入 先减去变动成本 得到的就是 编辑贡献 接下来 编辑贡献 减去固定成本 得到的是 税税前利润 再往下 税税前利润 减去利息费用 得到的就是 税前利润 好 注意我画圈的 三个损益指标 这三个指标 两两相除 就是大家看到的 这三个杠杆係数 比如 编辑贡献 出于税前利润 得到的是 经营杠杆係数 税前利润 出于税前利润 就是财务杠杆係数 而经杠杆係数 跟财务杠杆係数 二者相乘 或者说 用编辑贡献 出于税前利润 得到的就是 联合杠杆係数 很简单吧 那如果存在优先股 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你就在这个 税前利润后边 再减去一个 税前的 优先股股力 就可以了 也就是 优先股股力 出上一简 所得顺利结果 并不服他 另外一种思路呢 是共同结构的思路 大家不难发现 这三个杠杆係数 它们的简化公式的结构 都一样 什么结构呢 都是分子的 某个指标 去除以该指标 与某项固定性成本之差 而分母要减的这项 固定性成本 太好理解了 因为固定性成本 它的存在 是杠杆效应 产生的根源 所以 这项杠杆效应 是因为哪项固定性成本存在 而产生 那分母 减的就是哪项固定性成本 对吧 多清晰的思路 比如说 经营杠杆效应 是因为固定成本 或者说固定经成本存在 而产生 所以金杠杆细数分母 减的是固定成本 固定性成本 对吧 那么 财务杠杆效应 是因为固定融资成本的存在 而产生 所以 财务杠杆细数分母 要减的是这个 固定融资成本 当然是税前值 而联合杠杆效应 是因为固定金融成本 简称就是固定成本 和固定融资成本 同时存在而产生 所以 联合杠杆细数分母 要减的是这两项固定性成本之合 对吧 接下来 分子和分母的倍减数 这个指标怎么来呢 也有规律 比如 先考虑这个财务杠杆细数 大家知道 财务杠杆效应 表现为 税税前利润的变动 放大美股收益变动 从这一提大家讲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财务杠杆效应 是因为 税税前利润的变动 而激活 对吧 好 那既然财务杠效应 是由税税前利润变动 来激活的 所以 它的分子和分母的倍减数 就是 税税前利润变动 对吧 因为是税税前利润变动 引起的嘛 引起美股收益 更大幅度的变动 那接下来 其实不难理解 经营杠杆 跟联合杠杆 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产销量 或营业收入变动 所引起 或者说 所激活 比如 经营杠杆 是产销量或营业收入变动 放大 大家可能有点好奇 为什么不是产销量 或 营业收入呢 不难理解 是因为 当产销量 或营业收入 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个变动成本总额 也会随之 等比例变动 因此 产销量 或营业收入 发生变动 所带来的净影响 其实是 营业收入 与变动成本 二者之差的 那个编辑贡献 在发生 当比变动 那所以说 我们看到 经营杠杆系数 跟联合杠杆系数 它们的分子 和分母的倍减数 都是编辑贡献 好 我们来讨论 联合杠杆 与公司总风险的关系 这里的公司总风险 指的就是 包括经风险 跟超风险在内的 全部风险 好 先明确一个 基本观念 为了控制 某一联合杠杆系数 经营杠杆跟超杠杆呢 可以有不同组合 并且二者之间 注意关键词 是此消 比长的关系 不难理解 我们知道 联合杠杆系数 应当是经营杠杆系数 和财务杠杆系数的 成绩 对吧 显然 假设 联合杠杆系数 要保持不变 其结果 必然是 如果经营杠杆系数升高 操杠杆系数呢 就得降低 对吧 反之 也是如此 对吧 由此明确 为了控制 某一 联合杠杆系数 经杠杆系数 操杠杆系数之间 必须是此消 比长的关系 那么 从风险角度 也就能推理出来 为了能够控制 某一 既定水平的 公司总风险 那经风险 跟操风险 二者之间 怎么样呢 也得是此消 必长的关系 就是说 如果一家公司 它的经风险 已经很高了 那这家公司 就只能承担 较低水平的操风险 反之 经风险水平低的公司 它才有能力 承担较高的操风险 就是这么简单道理 好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首先 既然是此消彼长嘛 那就意味着 高经杠杠杆 也就是较高的经风险 必须搭配着 较低操杠杆 或者说较低操风险 什么道理呢 我们知道 经营风险高的公司 他们的经营收益 跟经现金流量 就很不稳定 那显然 这样的公司 它承担 固定融资成本的能力 就比较差 或者说 对债务构成 违约的可能性呢 比较高 那债权人 也不敢把钱 借给经营 这么不稳定的公司 那所以说 这种经风险高的公司 它就只能 少举债 那也就是 利用 低水平的操杠杆 承担 较低的 操风险 此消彼长吧 经风险高的公司 只能承担低水平操风险 反之 较低的经级杠杆 也就是较低经风险 就应该搭配着 较高的操杠杆 或者说较高的操风险 一方面 经营风险低的公司 它的经营收益 跟经现金流 非常稳定 承担固定融资成本能力 当然就强 也就是 经营稳定公司 对债务构成 唯一的可能性 很小 它就容易获得 债权人的青睐 跟支持 说白套容易借钱 所以说 它的 负债率 也就是操杠杆 就会比较高 既然操风险 也会比较高 另外一方面 如果一家公司 操风险高 什么意思 就说明这家公司 负债比重 比较大 借的钱比较多 那为了 能让债权人放心 让债权相信 公司 还是有足够的 偿债能力 不会对债务构成违约 怎么办呢 操风险高的公司 它就必须得努力 降低经营风险 来稳定这个经营收益 更新现金流量 避免呢 丧失偿付能力 由此 也能推出来 操风险高的时候 公司呢 就得努力 降低经营风险 这不还是 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 2015年 每股收益是一块钱 金杠杆系数呢 是1.2 操杠杆系数是1.5 要注意 这两个杠杆系数 我们默认 是以2015年数据 计算出来的杠杆系数 而且是用简化公式来计算 所以 这样杠杆系数 应当是2016年的 并且大家还知道 金杠杆系数 跟草杠杆系数 二者相成 得到的就是 总杠杆系数 本利呢 应该是1.8倍 而这1.8倍呢 也是2016年的 总杠杆系数 那或者叫做 联合杠杆系数 好 假设公司 不进行股票分割 也就是假定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不变 如果2016年 美股收益 想要达到1.9元 那么根据杠杆效应 营业收入 应当比2015年 增加多少 首先明确 对啊 能够反映 营业收入 和美股收益 之间关系的杠杆效应 应当是联合杠杆 也称为总杠杆 并且我们刚刚已经算了 2016年的 联合杠杆系数多少呢 是1.8 什么意思啊 2016年的 每股收益变动率 相当于 营业收入变动率的 1.6倍 好 那根据资料 我们可以推算出来 2016年 每股收益的变动率 很简单 对吧 上年是1块 2016年呢 要达到1块9 这不就是 增长了 90%吗 而每股收益的 增长率 90% 它应该相当于 营业收入增长率的 1.8倍 对吧 好 那这相处 你就能算出来 营业收入增长率 应该多少啊 应当是 50%吧 本题答案应当是 选项A